恐怖小说 保姆 作者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五集 方南还是不说话 曼洪一边走出来 一边气羞羞的说 哼 不要以为你天衣无缝 你漏洞大了 想算计我 想坑害我 没门 小宋站在客厅里 瞪了曼洪一眼 曼洪越说越气 要是我的孩子 少了一个指甲 我让他拿命赔 方南还是一声不响 小宋 小宋低声地对曼洪说 你说话太难听了 想听好话 他就别干这个 小宋一把把曼洪推进卧室 曼洪尖叫了起来 你推我 你推我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 我还要躲着谁吗 这顿晚饭 方南一直没有抬头 吃完饭 方南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进了他的工人房 不再出来 他没有开灯 他从来不开灯 干完一天的重活 就回到那个黑乎乎的房子躺下 小宋觉得 他可能是不敢用电 怕主人不高兴 晚上 曼洪去卫生间的时候 方南突然打开了他的门 站在那个黑乎乎的房子里 手里举着那个长长的尖尖的掏耳勺 滴滴的对曼洪说 曼洪姐 你掏耳朵吗 方南没有离开小宋家 曼洪说话算数 扣了他的工资 小宋发觉 自打曼洪对方南大发脾气之后 方南对曼洪确实有点怯 这一天 小宋下班回到家里 曼洪给他递了一个神秘的眼色 转身就进了卧室 小宋 小宋跟曼洪进了卧室 曼洪说 小宋 今天中午我回家取个东西 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他在用电脑 啊 你撞见了 对啊 我进门的时候 发现他有些慌乱 我摸了摸主机 还烫手呢 哦 也许 他是想学学电脑吧 小宋嘴上虽然这么说 实际上 他在信里画了一个阴森森的大问号 小宋推开门走出卧室 正巧方南一边扎围裙 一边朝厨房走 小宋在他背后突然叫了一声 边缘一平 方南一下就站住了 却没有回头 仅仅是愣了愣 马上又朝前走了 平时 如果小宋说一声什么 即使方南没有听清 他也会转过头来 探寻地看着他 问 高哥 什么事啊 这次方南的反应 使小宋肯定了他的猜测 吃晚饭的时候 方南还像过去那样 低头吃饭 像小猫一样无声无息 他的长发挡着他的眼睛 小宋也像没事一样 只管吃 他不想对曼洪说这件事 女人都容易吃醋 晚上 小宋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睡不着 方南不会写字 这么短的时间 他怎么学会了那么多汉字呢 他到北京 还不到两个月 怎么就学会了电脑 难道 他一直在用他床下的那台 旧电脑练习吗 还有 方南在北京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那个游客670407 怎么对他那么熟悉呢 这一切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一天 小宋上网后 又遇到了边缘一屏 奇怪的是 那个游客670407 又出现了 小宋 马上查了一下 边缘一屏的IP 千真万确 他用的就是他家的电脑 两个人搭上了话 小宋说 你给人家当保姆 是不是经常受委屈 边缘一屏说 我很少委屈 小宋说 看来 你的主人对你很好 边缘一屏说 主要是我性格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 对你的委屈负责 因此 委屈是没有用的 小宋问 你在哪里上网 边缘一屏说 主人家 小宋又问 你不带孩子吗 边缘一屏说 孩子在睡觉 小宋说 我家也有一个保姆 边缘一屏问 哪里的 小宋说 东北农村的 他叫 方南 边缘一屏说 这名字 真怪 小宋还没有回话 那个游客 670407 突然插进来 对小宋说 他 不是保姆 刚说完 屏幕上就出现了一条 自动告示 游客670407 离开了聊天室 毫无疑问 游客670407 说的是 边缘一屏 那么 他不是保姆 是什么呢 小宋越来越感到 这个方南 很深邃 他要探出 方南的谜底 高家将半夜时 仍然苦恼 这一次 是个医生 给出了一个偏方 灯仙占油 点着了烧成灰 擦于小儿眉毛上 说是有奇笑 他们两人照做了 可是根本无效 曼洪只好休了两天的假 在家陪孩子 孩子好了一些 这一天 曼洪要上班了 他和小宋 还没有走出家门 正在床上玩耍的高家将 就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突然大哭了起来 曼洪正在换鞋 他直起了身子 心疼的回头看了看儿子 高家将哭得很凄黄 小宋也很无奈 方南低声的说 没事的 一会儿就好了 他们最终还是走出了家门 把那八个月大的哭声 关在了门里 小宋和曼洪 步履沉重的 顺楼梯朝下走 越来越慢 终于停了下来 竖起耳朵听 过了好久 那模糊的哭声 停止了 他们从此 不知内情 晚上 是小宋先回来的 他进了门 见高家将 正站在沙发上 朝门口看 他一定是 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眼神里 充满了期盼 孩子看见了小宋 又哇的一声 大哭了起来 嘴里还叫着爸爸 这个时候 高家将 已经学会了两个单词 妈妈和爸爸 夜里 没有星星和月亮 黑得很 小宋看不见曼洪 曼洪当然也看不见小宋 他们在黑暗中 都倾听着中间的高家将 大约过了午夜 高家将猛地大哭起来 很突然 像被针扎了一样 曼洪一下就坐起来 打开了灯 把孩子抱了起来 高家将的眼睛 瞪得大大的 直直地盯着门板 大哭着 曼洪哄着 好了 乖乖不哭啊 高家将 根本不理睬 乖乖 不怕 啊 高家将的哭声 越拉越长 曼洪急得 满头是汗 哎呀乖乖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高家将 烦躁地用小脚使劲踢 他的脸色 在灯光下 显得更憔悴 曼洪乱撒气 对小宋说 高小宋 假如这个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一边说 眼泪一边流了下来 接着 他又气鼓鼓地 对高家将喊道 哭哭哭 你再哭我打你屁股 高家将 不管妈妈打不打屁股 哭得更加厉害 都声嘶力竭了 曼洪喊了起来 声音都变调了 像疯子一样大吼道 你怎么了 怎么了 疼 高家将 竟然蹦出了一个字 这是他除了爸爸妈妈 一意之外 说出的第四个音节 疼 这个字 像一根长长的针 在黑暗的夜里 一下刺紧了小宋 和曼洪的某个穴位 他俩都傻住了 小宋突然想起了一个传闻 有个孩子 夜里大哭不止 粗心的爸爸妈妈 不知怎么回事 直到天亮 那孩子死了 他们才发现在孩子的头发里 钉进了一根短钉子 恐怖小说 保姆 作者 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六集 小宋的手 当时就不好使了 哆哆嗦嗦嗦地把手在高家匠的脑袋上摸索着 没有钉子 这时小宋放下心来 又开始在他的身上摸 全身上下什么都没有 于是小宋拿过他的衣服 里里外外地摸着 还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 小宋在摸他身下的褥子 也什么都没有 曼洪 知道 小宋在怀疑什么 神情 更紧张 孩子 终于哭泪了 闭上眼睛 睡过去了 曼洪 轻轻地把他放下 房子里 一片难得的安静 曼洪 没有关灯 看着小宋 小宋忽然有些恼怒了 这里是他和曼洪的家 可是 他们却像两只生活在猫旁边的老鼠一样 小宋起身下了地 走出了卧室 敲响了方南的门 方南很快就开了门 他穿得很整齐 好像一直就没有脱 他的头发挡着半个脸 方南说 高哥 方南 这孩子白天怎么了 没怎么样 他说疼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小宋回到卧室 把灯关了 曼洪在黑暗中突然说道 小宋 你有没有发现 他有时候说出的话 没有东北味 小宋想了想 果然 方南偶尔冒出的一句话 确实不是东北话 而是普通话 东北话 东北话和普通话最接近 也是最难改的一种口音 方南从小在东北农村长大 口音不是一个月半个月就能改过来的 而且他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 接触的只有三个人 小宋 曼洪 和高家将 高家将 根本就不会说话 小宋和曼洪 虽然出来这么多年 但是口音一直没有改 都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那么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小宋说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是 原来他就出来打过工 但是 哈尔滨不知道 二 他是一个要强的孩子 他怕被别人瞧不起 一到了北京 就刻苦地学习普通话 小宋 我还怀疑 他是冒牌的 胡说 你问哈尔滨 是不是他搞错了 哎呀 这不可能 你问问呗 打个电话 又不费什么事 咱们的孩子这么小 行行行 明天我就打 第二天一早 小宋 趁方南出去买菜 给哈尔滨打了一个电话 哈尔滨 是我 高小宋 哦 小宋 方南在你那里怎么样 挺轻快的 就是不爱说话 乡下孩子都这样 能干就行了 哈尔滨 我忘了 他继父有几个孩子 有三个 一个23岁 一个20岁 还有一个18岁 那他自己家呢 只有他一个 那 他继父对他怎么样 他母亲说啊 挺好的 那他对他继父呢 好像不太好 哎 小宋 你问这些干什么 小宋静默了一会儿 突然说 你送上车的 是方南吧 那还能有错啊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只是想核对一下 他是不是 长头发 穿一件红上衣 灰裤子 对啊 那 你能肯定 他是那个 你老同学家的孩子吗 什么意思啊 小宋 啊 我想问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你把过程 对我说一下 哦 是这样 小宋 呃 魏金花回去之后呢 过了大约半个月 方南就来了 他按照 魏金花写的地址 到杂志社找到了我 当天啊 我就把他送上了火车 哦 是这样啊 那 呃 哈尔滨 你给那个老同学 再打个电话 问一下 看他女儿到底出来了没有 小宋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啊 是啊 什么问题啊 嗨 几句话说不清楚 小宋 他家那里很偏僻 打不通电话 哎呀 这样吧 我现在呢 就动身 专程开车去一趟 哎呦 那太谢谢了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得明天了 哦 那这样吧 哈尔滨 你回来后啊 立即给我打电话 哎 你放心吧 啊 晚上 小宋下班回来 方南正在厨房做饭 小宋想了想 走了过去 和他一起做 方南说 高哥 不用你 小宋说 啊 我喜欢吃自己做的豆豉鱼 方南就不说什么了 小宋一边做鱼 一边和他聊天 方南 你继父 有几个孩子 三个 他们都多大了 一个二十三岁 一个二十一岁 还有一个 好像十八岁 哦 那你家有几个孩子 只有我一个 你继父 对你好吗 不太好 方南的态度 很冷漠 小宋接着问他 他对你母亲好不好 他们的事我哪知道 哦 方南 哈尔滨说 你今年个子长得特别快 他说 他去年见你的时候 你比现在矮半头 是吗 方南笑了一下 他记错了吧 我这次来北京 是第一次见他 方南的回答 没有一点破绽 小宋听了一夜儿子的啼哭 第二天困倦的来到了电影厂 正要给哈尔滨打电话 哈尔滨已经打过来了 小宋 坏了 出事了 小宋急问 出什么事了 哈尔滨说 你接到的那个人 不是方南 啊 我接错了 哎 不是 我送的那个人 就不是方南 我刚刚啊 从魏金花家出来 见到了方南 魏金花说 方南压根就没出来 什么 那 那这个方南是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啊 哎呀 小宋 反正他是假的 危险 一下就笼罩了这个 安安宁宁的三口之家 小宋没敢先对曼洪说这件事 他立即往家赶 从单位到他家 坐出租车 大约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 一路上红灯 莫名其妙的多了起来 总是塞车 小宋给家里打电话 他想刺探一下 方南有没有逃离 孩子 有没有危险 电话响了好长时间 终于被接听了 正是方南 方南 没有人给我往家里打电话吧 没有 那就算了 对了 孩子好吧 他睡着呢 那好 没事了 放下了电话 小宋 小宋 一直在想 这个方南 到底是谁 这个方南 必须得熟悉 小宋和哈尔滨两方面的情况 才有可能钻这个空子 如果说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找个工作 这显然不合乎情理 他可以去劳务市场 不必花费这么大的心计 那么 他想干什么呢 快到家的时候 小宋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 于是又给方南打了个电话 方南 有我的电话吗 没有啊 您在哪呢 哦 我很快就到家了 看来 这个方南还在 车开进电影厂家属院大门口 小宋急匆匆的下了车 司机找的零钱都没要 蹭蹭蹭的朝家跑去 他正从楼梯朝上跑 就听见了孩子凄惨的哭声 小宋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跌跌撞撞的进了门 他看见孩子躺在了地板上 脸色苍白 哭得满头是汗 小宋没有看见 那个方南 小宋扑了过去 一眼就看见孩子的耳朵眼 挂着浓浓的几滴血 小宋抱起孩子 发疯似的朝医院狂奔 医生利用电耳镜 对高家匠进行了检查 结论是 有尖利的东西穿透外耳插进去 骨膜大穿孔 听骨严重缺损 连构造精妙的内耳都遭到了破坏 医生立即开始对这个不幸的孩子进行救治 高家匠一直呕吐 昏悬 小宋急切地问一个医生 医生 会聋吗 那个医生叹了口气说 嗨 耳朵的结构 功能极其复杂 涉及一系列神经通道 化学物质 物理缓解 这孩子的耳朵不可能治愈了 接着医生又说 这个凶手的手法很高潮 他精确地破坏了孩子的听觉 却没有伤害到大脑里的其他组织 啊 那医生 能不能音响说话呀 恐怖小说 保姆 作者 周德东 由赵灵演播 第七集 如果听觉丧尸 他就不能获得基本的声音刺激 没有语言刺激就不能打开大脑中的言语中书 就不能启发说话的功能 听到这些 小宋的心一下就碎了 曼洪闻讯赶到了医院 他刚走进急诊室的门就昏厥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他苏醒过来 哭得死去活来 骂完了方南 骂哈尔滨 好像这一切都是哈尔滨造成的 接着 曼洪又开始骂小宋 小宋 你要是早点听我话 能出这么大的事吗 那个香巴佬 把你迷住了 是不是 心如刀脚的小宋 怎么也想不通 这个方南 为什么要害他的孩子 最大的可能是 曼洪的暴躁引发了他的仇恨 小宋向警方提供的线索是有限的 方南 方南 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小宋只能描述他的外貌 另外 他告诉警方 这个人在网上叫边缘一平 本名很可能叫田晶晶 警方一直没有抓到凶残的方南 这一天 这一天高家将终于脱离危险 回到了家中 一个原本伶俐的孩子变得愣愣的 到了夜里就咿咿咿咿的哭 他可能永远学不会说话了 他将咿咿咿咿的一辈子 小宋满腔仇恨 在网上手朱带兔 他清楚 即使在网上遇到了那个边缘一平 他也奈何不了他 可是他还是咬牙切齿的寻找他的踪影 边缘一平 一直没有露面 一天夜里 小宋去卫生间 路过黑乎乎的工人房 突然听见里面好像有声音 他一下就停住了脚步 小宋轻轻的走上前 从窗帘缝隙里朝里观望 好像有个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里面 难道是他 小宋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幻觉 方南挡在长发后的眼珠死死的盯着他 慢慢举起一个脏乎乎的掏耳勺 另一只手指了指他自己的耳朵 好像在问 你掏耳朵吗 小宋没有勇气推开门查看 他退了几步 胆怯的回到了卧室 一天晚上 边缘一平这个名字 终于在无济斋 闪闪烁烁的出现了 聊天室里还有一个人 游客670407 小宋压制着心中的仇恨 主动和他搭话 你好 边缘一平说 你好 小宋问 怎么一直不见你 边缘一平说 我也一直没见你啊 小宋问 最近你在干什么 边缘一平说 我辞职了 小宋说 你是逃跑了 边缘一平说 我做保姆 只是一种表演 小宋问 为什么 边缘一平说 你想听吗 小宋回答 想 边缘一平说 那我就详细的 给你讲一讲 我从小就梦想当明星 五年前 我不顾家里人阻挠 只身离开东北老家 来到北京 想在演艺方面 闯出一条路 后来 我的钱花光了 却痴心不改 坚决不回家 跑到地下通道里 弹吉他卖唱 有一天 我在路边看到一张海报 说有一部戏 招聘演员 我就去了 祈求导演给我一次机会 那不过是个保姆的角色 我相信我能演好 可是他三番五次的把我拘至门外 我彻底绝望了 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喝醉了酒 剁断了一根手指 发誓 发誓 再也不做这个梦了 小宋的心 触燃一惊 方南 在他家工作这么久 他和曼洪 竟然都没有发现 他少了一根手指头 边缘一评继续说道 两年前 我曾经假扮成 某通讯设备公司的宣传员 敲开了他家的门 向他赠送了一部电话机 他欣然接受了 那部电话机里 被我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于是成功地钻了一个空子 冒充方南 进入了他家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 我可以成功地 扮演一个保姆 小宋猛地想了起来 两年前的一天 确实有人主动上门 赠送他一部高档电话机 说是他们公司 正在推广新产品 可是 他早就记不清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了 小宋说 认识这么长时间 我才知道 你有病 边缘一瓶说 我把剁下来的手指 放进了一个瓶子 用酒精泡着 直到现在 指甲还在长 你信不信 前些日子 我离开他家 还想去地下通道卖唱 可是 我的手 再也弹不成吉他了 这个时候 小宋仿佛看见 他 坐在电脑另一端 当在黑发后的眼珠 闪过亮光 那亮光 像他的掏耳勺一样 凶残可怕 小宋说 你可以到大街上 给人掏耳朵 现在还没有人推出 这项服务 边缘一瓶说 是一个好主意 实际上 这时候 小宋已经气得 抖成了一团 他接着写道 我愿意接受你的服务 曼洪也愿意 可是 孩子 是无辜的 你怎么忍心 把那尖尖的掏耳勺 插进他胶嫩的耳朵呢 你是个畜生 边缘一评问 你说什么 小宋说 你装什么糊涂 边缘一评说 我没有装糊涂 小宋问 你为什么跑掉 边缘一评说 你说你快到家了 我就离开了 孩子 怎么了 小宋说 你把他的耳朵毁了 边缘一评 半天没说话 小宋一边敲字 一边流泪 他只有八个月大 他刚刚学会叫你一评 边缘一评 终于说话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 看不见的人 小宋 小宋 像被电击了一样 杀住 他忽然想起 那天夜里 他去卫生间路过黑乎乎的工人房 看见里面好像有个人 端端正正的坐着 边缘一评说 我在你家工作了两三个月 总觉得除了你家三口人和我 还有一个隐身人存在着 我半夜里经常能感到他的呼吸 小宋的头皮 一阵阵发麻 边缘一评接着说 我想就是他害了高家将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无声的游客 六七零四零七 突然无声的离开了聊天室 小宋不抖了 他在电脑前呆如木桩 曼红和孩子都睡了 小宋躺在床上 陷入极度的恐惧 他在黑暗中转动着眼珠 看看房顶 看看地下 看看门 看看窗 他越来越感到边缘一平 说的是真话 最近一段日子 在这个房子里 除了小宋一家三口 还有方南 确实好像还有一个人 他像影子一样 无处不在 这个人对发生在小宋家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正是他告诉小宋 边缘一平 就是家里的方南 正是他告诉小宋 家里的方南 也是假冒的保姆 也许 就是他成方南 不辞而别 而小宋 还没有到家的空档 对孩子下了毒手 谁都会以为 是方南干的 小宋 努力地想 这个隐身人 到底存不存在 不管是睁眼 还是闭眼 小宋眼前 总是出现方南 举着掏耳勺的样子 赶都赶不掉 他的思路 就像一只手 顺着方南这根藤 区里拐弯的摸上去 摸上去 突然 小宋摸到了一张脸 吓得一哆嗦 这是一张 神出鬼没的脸 他重重地说 相信我 我比任何人 都演得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宋睡着了 晃晃乎乎中 他走上了大街 没有一个行人 也没有一辆车 这不像是北京的大街 小宋有点害怕 突然 地下通道里 涌出来一些人 他们黑压压地 围住了小宋 手里都举着 银制的掏耳勺 纷纷地问 你掏耳朵吗 小宋恐惧至极 想突围 可那些人 一个挨一个 只有一个空档 刚好通过一个人 小宋刚刚冲过去 就听见那个空档 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游客 670407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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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